大盤綠油油一片受到烏克蘭和俄羅斯衝突 一觸即發影響 週四台股大跳水 開盤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九點 隨即一路下探 烏盤一度重衰四百九十四點 最低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點 中場重挫四百六十一點 以一萬七千五百九十四點作收 創下去年十二月一號以來新低 成交值爆大量四千三百三十六億元 第一時間大家會比較恐慌 所以投資人在第一時間做拋售的動作當然是有可能的 暫時沒有擴大的一個情況之下 金融市場應該慢慢會有機會 獲得一定程度的緩解 富國神山台積電烏鴉尾盤重跌二十一元 收在六百零四元 創今年新低 市值下滑到十五點六六兆元 單日蒸發五千四百四十五億元 聯發科聯電國巨和瑞育跌幅達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金融股也是灰頭土臉 富邦金和國泰金下跌超過百分之一 中信金跌幅超過百分之三 受惠邊境逐漸解封 觀光旅遊概念股萬綠從中一點紅 五幅收在四十元 漲幅百分之五點八 雄師則以一百零五元作收 漲幅百分之一點四五 股會雙砂新台幣對美元匯率 中場重扁一點三九角 以二十八點零二三元作收 單日爆出二十一點八億美元大量 陳正月信心喊話就是希望避免非理性和恐慌心態 影響市場運作 靜新聞 曹維宣 謝宏睿 採訪報導 早 komme 吧 雁吾 雲 馬上